大家好 考試快進了 我相信同學來講的話 其實會有一些問題存在 當然我們不可能把所有的問題都一次解決 但是我們可以挑一些原則上來講 我們覺得比較重要的問題 所以今天我們所做的單元是去了解 你是不是有哪一些部分不夠熟悉 然後我們會在題目上 給你做一些加強的動作 我們先來看看第一題 好第一題在這一題來講是今年的考題 那這一題來講會有一些 你可能會覺得不是那麼清楚的問題造型在哪裡 其實最大的問題是在 如果這裡上升1000公尺 這是一個比較乾的空氣 那它的降溫率是每1000公尺降10度 而它的路點會降低涼度 這是最不懂的地方 因為同學一直在教學的過程當中 其實在我們所說的過程當中 會跟你講說 你只要沒有飽和凝結 你的路點應該維持固定 所以你還沒有達到路點 那你為什麼會降涼度 所以在實際觀測的過程當中 其實水氣量會隨著上升的空氣團當中 會有少量的跑掉移除 所以你的路點也會跟著做一些改變 那山有多高2000公尺 那如果它飽和之後呢 溫度的降溫率會到只有5度左右 那2000公尺的地方 我們的原始條件是 這個地區的初始溫度在淫封面是30度 而路點是在22度 同學請記得這些數字 來我們來看一下 那我們怎麼去做一個計算 這裡是30度 路點是22度 那走了 我們先假定走了1000公尺 走了1000公尺 所以30度會降到20度 那我們的路點是22度 會降2度 所以也是20度 也就是說 我們在1000公尺這樣的一個高度上 會開始路點跟溫度相同 所以會達到飽和的狀況 可是這張圖有一個特色 你會發現沒有雲 沒有雲 那意思就是說 我們的空氣快達到路點了 但是這個路點不會有水氣的施放 然後形成雲的形成 因此從1000公尺到2000公尺 它是維持住它的一個路點狀況 並沒有水氣的交替跟雲的形成 我們剛才講了這是30度 跑1000公尺變幾度 20度 那路點是幾度 20度 所以在這個地區 它本身的溫度跟路點 剛好是相同的 所以1000公尺往上走到山頂的2000公尺 那這一段時間第一個 它的降溫要用濕的了 因為它已經達到飽和 所以你要降5度 所以先降10度再降5度 它等於降了15度 等於降了15度 然後呢 雲方面這一段是多少 路點是20度 那這個地方的溫度15度 所以它也同樣會降到15度 好所以 15度就有機會乘雲下雨 那它有沒有乘雲下雨 這一點不是我們的問題 我們在這張圖上看到的是 它的路點會隨著高度 沒有做一個明顯的減少的這個狀況 所以到了高山地區 那它的溫度是15度 它的路點也是15度 那後面這一部分一定是乾的 因為它在下層正溫 那乾的都是10度 那2000公尺要加幾度 那我們要加到20度 所以山頂是15度 加20度就會變成35度 好所以這一題答案呢是BCE 這三個都是我們認為對的部分 這是我們的第一題 在這一題上 我們會希望同學可以稍微的 更了解 實際上在觀測的時候碰到的問題 好第二個問題是有四個人 加一丙丁在家裡裡面 然後在聊天 什麼地方 它這地方包含了台北 台中 高雄還有洛杉磯 表示有一個不在台灣 假地第一個先感覺到有 產生裂症 也就是強症裂症巨症 我們的震度的六極 10秒之後以地也產生了這樣的一個地震 不過它的強度很弱 你會發現一件事 如果速度是4到6公里的話 我們平均取5公里 那10秒只能跑50公里 所以台北台中高雄 你不管是放哪一個 它的差距都不止50公里 所以不是假就是乙 一定是在洛杉磯 一定在洛杉磯 那丁是在18秒之後發生的 另外我們看到的是在丙的地區 是在它再過了7秒之後才會到 所以從甲發生地震之後 17秒發生了地震在丙 18秒發生了地震在丁 所以丙跟丁跟甲的距離是非常接近的 所以我們會看得到的是 我們的甲一定是夾在丙跟丁的中間 所以它在台中 那丙跟丁一個高雄一個台北 那在洛杉磯的當然就是乙人 所以可以看到它的一個要求上的一個變動 我們來看這些東西 那產生了這樣的一個結果之後 我們的推斷很簡單 甲住哪裡 甲一定是在丙跟丁的中間在台中 那乙一定不在台灣在洛杉磯 C就不用看了 那丁在哪裡 一定會在台北或者是在高雄地區 我們的甲一定是在台中 所以這一題的答案並不會太困難 答案是B跟E 這兩個答案 所以這兩題來講 一個是在我們去了解的大器 那這一題我挑出來是因為它是在地址當中 正好各有一個題目 好 往下走 那這一個部分討論的也是地質學 那地殼均衡理論最主要是在1855年 愛里跟普拉特所提出來的一個 他的一個特徵 他發現了一件事 當我們有產生所謂的折皺山脈 也就是我們的聚合帶的一個影響 那這樣的一個情況出現的時候 山會往上漲 但是我們發現 他的重力值卻在下降 那這個下降的重力值不是比原來的低 而是當我們把喜馬拉雅山的重力值去推算的時候 我們會發現 這個地區所帶來的總體的重力值 我們的居值 是往下降的 所以表示說 山往上漲 那往下會有山根往下漲 那山越高 你的山根就會越深 那會討論到地殼均衡論 跟這幾年討論的一件很重要事情有關 也就是我們的溫室效應 溫室效應讓我們的濱層來講 都有所謂的融化的一個結果 那在物理學上其實不用學地殼啦 大概都有一些觀念 一個地殼如果上面結冰 結的越多 這個地殼會怎麼樣 往下降 倒過來如果它在融冰 的話 那這個地殼會怎麼樣 會往上升 好所以呢 這個東西可以去當作 我們對於地球的一個基本的了解 那這個東西也符合現在的一個狀態 我們來看一下如何去看這些題目跟答案 第一個 喜馬拉山的山根比台灣中央山脈的山根 要來得深 要記住 山越高根越深 第二個 冰川在退卻的過程當中 也就是說在融冰 那你上層的壓力減小 你的地殼就會上升 所以B是對的 但是我要說一句話 同時要搞清楚 我們的冰川溶解之後 地殼上升 不是整個地殼拉厚了 而是我們的地殼整個往上移動 那表示說誰取代了這個地寒 在地殼的下方 地寒的厚度會增加 因為它會一直連到軟流圈 所以它的部分 可以變得比較厚一些 所以 冰川的退卻 對我們來講 最主要的是 你測量的地殼會上升 可是你的地殼的厚度 不會改變 所以你要去了解 到底地寒上升了多少 來去取代冰的情況 做題目很簡單 因為p等於hd 我相信每個同學都知道 所以你可以利用他們的密度 去看他們的結果 像冰川的密度 我們通常會取0.9 地殼的密度 我們會取2.7 因為平均是2.67 那地寒的密度 我們會取3.3 我不曉得同學這樣子了解多少 像這一類的題目 我們其實可以自己 去做一個簡單的計算 比如說 冰是一公里 它消失了 它是0.9 對不對 那地寒是3.3 3.3大概是0.9 有幾倍 大概是4倍 所以每融掉 1000公尺的冰 那地寒上升的 會是它的四分之一 也就是接近250公尺 所以計算題也可以拿來做一個應用 那文字題也可以拿來做一個應用 所以b是對的 C 如果質量相同 密度比較小的 就是代表我們的大陸地殼 我們大陸地殼主要的是什麼 我們大陸地殼最主要的是 氧 細 鋁 所以密度低 那海洋地殼主要是鎂跟鐵 所以它的密度高 那密度低的厚度就會比較大 所以這個是對的 輕時作用會不會讓地殼抬升 當然會 你的上層減少了 你的地殼一定會上升 所以答案呢 我們在這邊就可以很清楚的知道 bcd就是我們所選的一個答案 那這一題也是屬於地殼的部分 來我們往下看 剛才我們有提到說 會去有看到這些存在的一些名稱的定義 那同學要記住 假是背寫 柄是我們的斷層 那物是向寫 兩個是往面對面的方向才接近 好 資源的留存 原則上來講 一個油氣田要怎麼樣才不會跑 我們有兩種構造 一個叫地層的一個封閉 一個叫做構造的封閉 那地層的封閉我們需要葉原 因為葉原的顆粒細小 也就是說 在這一張圖上的最上層 它的孔隙率 絕對不能大 好 上層為葉原 然後第二個封閉的條件呢 是背寫 因為背寫會讓它的油氣田 往中間這個地方靠攏 往中間這個地方靠攏 那這個地區 會產生一個遮蔽的作用 也就是斷層帶 所以在位置上來講 我們的背寫跟我們的斷層帶 會形成一個封閉的現象 所以這一題來講 我們就可以去選A 當作我們的一個答案 好 從上面的幾滴當中 其實可以去了解 地球科學原則上來講 你只要懂了 其實它是一個很輕的負擔 那在學測上來講 我們當然希望你的自然科 都可以拿到滿級分 那同學不要忘了 不要輕忽這一科 那一樣 每一科 物理化學生物地科 都是17題 你同樣錯的物理 跟同樣錯的地科 是一樣的 所以要讓你達到滿級分 你的地科絕對不能太差 希望同學 可以在這一部分 花一點心思 那對你的學測一定有幫助 給我好一點 在哪邊 我們沒有幫助 看完 就是 好